男孩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 16年后突然出现一个陌生男人 男人要与孩子相认 被孩子母亲断然拒绝 原因何在 男人将孩子母亲告上法庭 要求行使探望权 法院会如何判决 生父找上门 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 人们常说骨肉情深 可以说 世界上维系人们情感 最紧密的首选亲情 其次才是爱情和友情 所以才有了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谚语 然而 我们今天要讲的案件 却是父子形同入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在他们父子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呢 这件事 我们还要从父子相认的冲突说起 2018年的一天 我们案件的主人公王梅 刚到办公室上班 就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 对方说 是公安局的 请王梅去公安局一趟 王梅感到很诧异 公安局找自己干什么 他怀疑对方是骗子 就生硬地问 你们找我干什么 我又没犯法 对方说 我们找你 是向你问赵大川和王晨晨的事 王梅一听 顿时愣住了 答应 自己马上就去公安局 放下电话以后 王梅心里很困惑 王晨晨是他儿子 赵大川是他多年前的对象 公安局为什么 要了解儿子王晨晨 和赵大川的关系呢 就在他疑惑不解的时候 王晨晨的班主任老师 打进电话 他对王梅说 晨晨妈妈 刚才有个男人 要劫持晨晨 已经被公安局带走了 晨晨没有事情 我告诉你一声 千万不要担心啊 接下来 班主任 把事情的来容去脉 告诉了王梅 原来当天早上 王晨晨背着书包 快走到校门口时 突然被一个中年男子挡住 王晨晨看了他一眼 准备绕过去 那个中年男人 又挡住他的路 王晨晨还没有开口 那个男人就问 你是不是王晨晨 王晨晨看着他 没有说话 那个男人 又用同样的话 追问王晨晨 王晨晨有点不耐烦 你要干什么 那个男人看王晨晨没有否认 上前拉着他的手就说 你跟我走 我有话要跟你说 说着 中年男人就望外拽王晨晨 王晨晨大声呵斥 你是谁 拉我到底要干什么 这时候 校门口的保安 发现有人要劫持学生 他们立刻跑上去 解救王晨晨 那个中年男人还不放手 嘴里叫道 你们不要管闲事 他是我的儿子 我要和他说话 王晨晨惊魂未定地 对保安说 我不认识他 从来没见过他 哪有儿子不认识父亲的 保安怀疑 这人并不是王晨晨的父亲 而是坏人 来劫持学生 于是 保安立刻控制住 这个中年男子 旁边马上有人 拨打了报警电话 很快 民警驱车赶到现场 叫那个中年男人 带往公安局 学校保安立刻 护送王晨晨进学校上课 并告诉班主任 刚才发生的一切 班主任得知情况后 过来安抚王晨晨 王晨晨虽然还是一个未成年人 但是他已经懂事成熟 他让老师放心 这个事不会影响他学习 话虽然这么说 王晨晨毕竟是未成年人 班主任看他上课后 马上就给他的母亲 王梅打电话 讲了此事 王梅这才明白 公安局为什么要找他 放下手中的工作 王梅赶到公安局 向警方交代了 他和赵大川 曾经是男女朋友 后来缘分没到 就分手了 十几年没有联系 不知道赵大川 为何突然出现 王梅交代完情况之后 警方就让他离开了公安局 等到学校下午放学的时候 王梅已经来到学校 等儿子放学 当十五岁的儿子 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 王梅仔细看了看儿子 他没有什么异常表现 儿子成长在单亲家里 从小就没见过父亲 虽然别的小朋友 都有父亲 但是懂事的王晨晨 从来没有问过王梅 他的父亲在哪里 今天赵大川出现 父子相认 王梅知道 一定会给儿子 造成精神上的冲击 所以王梅和儿子 回到家以后 主动对他说 晨晨 今天公安局的人 也叫我去了 那个男人 是我过去谈过的对象 王晨晨停了 抬眼看看他 他是不是我父亲 王梅摇摇头 他不一定是你父亲 我也不想让他当你父亲 王梅就讲了自己年轻时的恋爱经过 王梅通过婚恋网站认识了赵大川 正在二人准备结婚的时候 王梅发现这个男人不简单 赵大川并不是单身 而是已经结过婚 王梅跟赵大川断然分手 十六年后赵大川听说王梅没结婚 却有一个孩子便找上门来 赵大川根据王晨晨的出生年龄 分析出 那时他正在和王梅谈恋爱 就突然蒙发 王晨晨可能是他儿子的想法 赵大川想与孩子相认 却遭到王梅拒绝 那么赵大川会采取什么办法 跟孩子相认呢 生父找上门 法律讲堂正在复制 那是十七年前 王梅工作顺利事业有成 但是他已经快三十了 还没有对象 自然免不了被父母催婚 别人议论 其实王梅并不是只想埋头工作 他在上大学的时候 曾经有过一个初恋男友 大学毕业 各自参加工作 初恋男友就移情别恋了 经过这场背叛 王梅对男人已经失望 所以他一直努力工作 不找对象 结果就拖到了三十岁 由于他工作出色 职场上竞生很快 本单位已经没有能够 配得上他的小伙子了 考虑到父母为自己的婚事焦虑 王梅决定通过网上相亲 解决婚姻大事 不久 王梅通过婚恋网站 认识了赵大川 赵大川也三十多岁 两个人年纪很般配 虽然他人长得一般 但是自称是个海龟 他们在网上聊得也不错 赵大川每天对网美 嘘寒问暖 于是 王梅就和赵大川 线下见面 谈起了恋爱 在网络上 两个人交谈时间有限 线下接触时间长了以后 王梅觉得 赵大川的谈吐 不像是受过海外教育的 有一次就开玩笑说 你是不是海外野鸡大学毕业的 没有想到 赵大川竟然认真地说 他在国外 为了挣钱寄回老家 基本上都是在勤工俭学 并没有好好上课 王梅是一个善良孝顺的人 他听赵大川讲完 在国外牺牲自己学业 照顾家庭的故事 反而被感动 也就不再怀疑赵大川的文凭了 于是他们开始计划结婚事宜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件事情的发生 让王梅止住了结婚的脚步 原来当王梅按部就班 准备和赵大川的婚礼时 王梅的母亲突发脑梗急救 在医院抢救了半个月才苏醒 母亲睁开眼 看到王梅的第一句话 梅梅 我看不到你的婚礼了 母亲这句话一说 全家人都伤心地流下着眼泪 王梅对母亲说 你安心养病 我一定让你看到我的婚礼 王梅马上去找赵大川 商量结婚 说明天咱俩就去登记 下一周 我母亲出院就办婚礼 赵大川听后一愣 问王梅 咱们能不能先办婚礼 去民政局登记的事情 等以后再说 王梅以为赵大川对她催婚感到惊讶 就解释说 我母亲害怕看不到咱俩结婚 所以咱俩必须马上办结婚登记和婚礼 她让人家一高兴 说不定身体会恢复得更快 赵大川听了还是推诿说 不能马上办结婚登记 王梅这时觉得她不对劲了 就不客气地问 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你父母反对咱俩结婚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可以上门去说明情况 赵大川一看 逼不过去了 才吞吞吐吐地说出了一个秘密 她并不是单身 而是已经结过婚 由于和妻子关系不好 赵大川才在婚联网站登记 寻找对象 听了赵大川的话 王梅顿时如五雷轰顶 跟自己谈婚乱嫁的赵大川 竟然是个已婚哪 这不是骗子耍流氓吗 王梅冲着赵大川怒火道 你以前为什么不告诉我 赵大川小声嘀咕道 因为我爱你 怕你知道以后和我分手 王梅快气疯了 联想到赵大川所谓的海归身份 说不定也是个骗局 王梅就逼问道 你到底在国外留过学没有 赵大川如实交代说 他确实不是海归 学历也是造的假 他就是一个普通公司职员 因为对王梅一见钟情 为了配得上他 他才虚过了自己的海归学历 交代完这些事情后 赵大川恳求王梅原谅自己 让王梅给他半年时间 他一定和妻子离婚娶她 王梅失望至极 没有想到自己被初恋骗过之后 又被赵大川骗 他不知道赵大川和他交往事 嘴里有多少实话 王梅气得把赵大川撵走了 虽然王梅想让母亲早点看到他结婚 但终身大事不能含糊 王梅将赵大川欺骗他的事 如实告诉了自己的父母 并且为今后的幸福着想 他准备和赵大川分手 由于赵大川并没有通过恋爱骗钱 王梅不可能通过法律的手段惩罚他 只能跟他彻底分手 永不来往 王梅的父母都支持他的想法 并且母亲的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好 王梅就毅然决然地跟赵大川分了手 此后 王梅一直没有见过赵大川 直至今天他到学校门口去读王梅的儿子 王晨晨 王晨晨听了母亲王梅的讲述之后 认真地问王梅 赵大川到底是不是我父亲 王梅沉默片刻 我也不好说 那个时候 为了让你姥姥看到我的婚礼 我还谈了一个对象 最后也没有谈成 王晨晨又问母亲 赵大川为什么要来认我是他的儿子 王梅就把在公安局了解到的信息 告诉了儿子 赵大川在公安局说 他跟妻子感情不好 所以一直没有要小孩 后来偶然听王梅的一个熟人说 王梅跟他分手后 未婚育有一子 也就是王晨晨 赵大川根据王晨晨的出生年龄 分析出 那时他正在和王梅谈恋爱 就突然蒙发 王晨晨可能是他儿子的想法 于是赵大川悄悄观察了几次 发现王晨晨和他长得有点像 想想自己竟然能够老来得子 他就激动地急于和王晨晨相认 于是就发生了今天早上 在校门口和王晨晨相认的事情 王晨晨听了摇头道 不管他是不是我父亲 我才不会和他相认 王晨晨向母亲表示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 不会影响他的学习 王梅看到儿子的意志 这么坚定就放心了 然而 王梅没有想到 赵大川并没有善罢甘休 第二天早上 王梅和王晨晨吃饭后 有说有笑地走出小区 突然 赵大川又出现在他们面前 赵大川张口就叫王晨晨儿子 王梅一边愤怒地说 你走开 一边用力地往外推赵大川 赵大川手中 拿着一张照片 对王晨晨说 晨晨 这是我小时候的照片 你看看和你像不像 你就是我儿子 王晨晨不理睬 目不斜视地向学校走去 王梅拉着赵大川叫道 如果你再纠缠的话 我就打电话报警了 赵大川看到王晨晨远去的身影 恶狠狠地对王梅说 你不让我看儿子 我就去法院告你 王梅冷笑道 你告什么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王晨晨是你的儿子 赵大川说 这个好办 咱们去做亲子鉴定 如果王晨晨是我的儿子 你要让我们父子相认 如果不是 我保证 不会再打扰你 王梅冲着他叫道 不可能 你像个父亲吗 你管过他吗 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 你不是他的父亲 赵大川气急败坏地对王梅说 你同不同意 没有用 我有办法对付你 那么 赵大川有什么办法 能做到和王晨晨父子相认呢 赵大川认定王晨晨就是他的孩子 可王梅不承认 赵大川将他告上了法庭 请求确认 他对非婚生子王晨晨有探视权 法院在受理了案件后 对王梅和赵大川进行了调解 但赵大川依旧坚持做亲子鉴定 但是 被告王梅拒绝 在不能确定赵大川是否是王晨晨生父的情况下 法院会支持赵大川定期探望孩子吗 生父找上门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尽管王梅知道 赵大川不是一个老实人 但是儿子已经长得人高马大 有保护自己的能力 他想赵大川也耍不了什么花招 同时 他看到儿子回家上学并没有什么异常 觉得儿子的精神很坚强 对于赵大川出现带来的烦恼 也不那么煎熬了 谁知道 就在这个时候 王梅收到了法院的船票 赵大川将他告上了法院 赵大川说 他与被告王梅早年曾相恋 有亲密关系 后双方分手 2018年 他得知被告王梅 未婚生育义子 名叫王晨晨 且王晨晨的相貌 与他极其相似 年龄亦相符 自己多次前往相认 均遭拒绝 于是赵大川向法院起诉 提出了如下诉讼请求 请求确认他对非婚生子 王晨晨有探视权 探视方案有两种 一 是每周五晚18时 至被告王梅处接坐孩子 四日早八点 交孩子送回被告王梅处 二 是寒暑假各带坐王晨晨一周 并要求被告王梅配合探视 赵大川把王梅告到了法院 王梅不得不打起精神硬诉 他在答辩中称 当年他与赵大川 以及其他异性 均曾有过接触 后发现自己怀孕 但是无法确认孩子的生父 他确实曾计划与赵大川结婚 后来发现赵大川隐瞒婚事 伪造学历 所以王梅及家人 怀疑赵大川的人品和结婚目的 双方分手 王晨晨自出身至今 一直与自己及家人共同生活 父亲从未在其生活中出现 虽有遗憾 但并不妨碍其健康成长 现在王晨晨即将年满十六周岁 正是读书的关键时期 王梅不希望赵大川 打搅孩子的学习和生活 所以他不同意赵大川的诉讼请求 最终法院将这起案件的原由 定为探望权纠纷 那么什么是探望权 探望权又该如何行使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 探望权 探望权是指离婚后 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亲或者母亲一方 享有的与未成年子女探望 联系 会面交往短期共同生活的权利 它是基于亲情的一种派生权利 以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因素 其行使必须有利于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本案发生是有效的婚姻法第38条规定 离婚后 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 有探望子女的权利 而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 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 时间由当事人协议 协议不成实 由人民法院判决 父或母探望子女 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 由人民法院依法终止探望 终止的室友消逝后 应当恢复探望 2021年1月1日施行的民法典 做了同样的规定 由此可见 探望权的行使有下列条件 一 是探望权的权利主体 为离婚后 不直接服予子女的父或者母一方 而探望权的义务主体 为离婚后 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 二 探望权 是离婚后 父亲或者母亲 对子女的一项法定权利 三 探望权产生的时间 是离婚后 或者不与孩子 共同生活的一方 四 探望权的行使 必须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 法院在受理案件之后 组织王媒和赵大川 进行调解 基于探望权的行使 以侵权为基础 赵大川提出 要做亲子鉴定 但是被王媒拒绝了 那么赵大川还可以和王晨晨相认吗 法院又会做出怎样的判决呢 法院为此进行了开庭审理 查明赵大川和王媒分手后 赵大川从来没有去探望过王晨晨 也从来没有支付过孩子任何费用 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 法院又向王晨晨调查 王晨晨说 在他近16年的成长过程中 被告赵大川从未出现过 最近 他突然找到自己学校和家门 导致此事被邻居老师和同学知晓 给自己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 办案中 虽然袁被告曾系恋爱关系 也曾计划结婚 根据他们的交往时间 结合王晨晨的出生时间 袁告 有可能系王晨晨的生物学父亲 具有一定的可能性 但尚不足以断定 袁告就是王晨晨的生物学父亲 也就是说 赵大川和王晨晨之间 并未建立亲情联系 而现在赵大川突然提出相认 并将不能相认的原因 规则于王梅以及家人 而不是从自身找原因 因此 赵大川的行为明显有违常理 王晨晨两年后即将成年 目前 虽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但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辨别和判断能力 他说 等到他成年以后再处理该纠纷 符合王晨晨目前的学习和生活状态 法官希望 赵大川从有利于孩子的角度出发 本着孩子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尊重王晨晨的意愿 理性对待这件事 最终 法院判决 驳回原告赵大川定期探望 王晨晨的诉讼请求 法院判决生效后 赵大川没有上诉 他约王梅谈了一次话 并反思了自己的行为 赵大川说 他年轻时 对婚姻和爱情太不负责任 自己的婚姻不幸福 他没有去解除婚姻 而是隐瞒事实和王梅谈恋爱 既对不起妻子 也害了王梅 这次通过法院的判决 赵大川明白 做人不能还像过去那样自私了 一切要从孩子的健康成长的角度考虑 他告诉王梅 把认不认清的主动权交给儿子 他愿意从现在起 承担王晨晨的抚养费 不管王晨晨 到底是不是他的儿子 他要为自己过去的荒唐行为赎罪 观众朋友 王梅和赵大川一场失败的恋爱 影响到了儿子王晨晨 王梅法题上的胜利 只是暂时的 儿子王晨晨 虽然没有和赵大川相认 但是赵大川的出现 肯定会让王晨晨思考 自己的父亲是谁 以及和父亲的关系问题 这些无疑会影响到他的学习 尽管王梅不愿意儿子 有一个赵大川这样不负责任的父亲 但是 王晨晨长大后 一旦确认赵大川是他的父亲 想必会与赵大川相认 这对他今后的生活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还尚未可知 因为有血缘的牵绊 王梅母子俩 想回到当初的幸福生活 已经很远了 因此 婚姻恋爱中的责任 是法律赋予每个人的义务 父母不负责任的做法 必将影响孩子的一生 好 我们今天的法律讲道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再见 女子求爱遭拒绝 竟自导自演捉奸闹剧 另一起案件中 男子帮人行骗 勒索高额封口费 两起案件 当事人都把别人的过错 当成自己发财的机会 他们最终会因为贪婪 付出怎样的代价 自导自演 入牢狱下期播出